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的内阁团队这样一字排开下来 其实这些人都各有资历 也都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小白兔等等 都是有相当资历的这种政治工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我们要去正确解读赖清德未来的人事布局 对于整个台湾未来发展是有其作用了 但是我们看到蓝英的批评到底是 是怎么样 是酸葡萄心理吗 还是怎么样呢 硬要去讲一些包括是什么最听话的 还说什么整个过程 任命过程诡异 这是徐宇珍的解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再来的徐晓星也说赖清德是没有人可以找了 而且对于中华民国是坏事中的坏事 两岸势必更加的紧张 但是来的看法显然就会出现那种矛盾冲突 比如说谢隆记就说 闻到有意向中间靠容的意味 对两岸和平是好事 说赖清德有心悔改 这当然是有点讽刺 所以博威怎么看 这次的赖清德的内阁人事的布局 如何解读 其实以台湾的政党政治 事来讲 你做了什么国民党很生气 也表示你做对了 尤其是以一些可能比较极端的意见领袖 像徐晓星 她说对中华民国是坏事中的坏事 其实指的就是顾立雄 那么为什么顾立雄接国防部长 大家会特别的问号 然后特别的有意见呢 因为其实在过去几年 我们都说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做得好 蔡英文总统做得好 是因为她总统职权上 她对国家掌舵 把台湾开向国际的这个方向是做得好的 你掌舵手后面也要有操盘手 所谓的总统方向 国家方向操盘手 其实就是国安会 而国安会秘书长过去 由顾立雄来主导的时候 其实是我认为是做得不错的 那再来呢 他去接任国防部长 这个媒体报导 称为国军改革的最后一理路 那国军改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就是军队国家化 那为什么军队需要国家化 因为军队二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他不是国家的 他是政党的 这个于将军就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 那么军队国家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们要效忠中华民国台湾 其实事实上是最大的问题 我想民间在讨论 尤其是国民党接下来要攻击的就是 顾立雄不是军人 所以不是军人 可不可以当国防部长 其实在2006、2005年的时候 当时有个全民国防法的颁布 第三条就写到 让应用文人当国防部长 那这个国防部长最主要的是 在政府里面 包含跟立法委员的进退应对 包含总统这边的 行政院这边的沟通协调 包含内部的一个军队管理 让他国家 包含军队国家化 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职工作 所以其实我认为最亮眼 而且也最具争议 那国民党也会重点攻击的 就是顾立雄 那么这个任命可能就做对了 那这个左荣泰的部分 你怎么看左荣泰担任行政院长 未来在面对这个朝霄野大 这个蓝营立委 蓝白立委的这个猛攻之下 你觉得他可以这个称职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画面上的这些人多多少少在 不管是选举或是当立委的过程 都有一些接触跟交手 那事实上是除了陈世凯 你可以看到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 之前是第二选区的这个算扎根经营的 我的是学长 所以他我跟他的互动比较多 他是一个非常稳重而且踏实 然后从大学开始一直就是政治的 这个理念的从业人员 所以他你可以感觉到他就是 讲话的时候眼睛会发光的那种感觉 那左荣泰择是2020年的时候 时任的谁 民进党党主席 所以在征召我跟民党合作 去挑战这个颜欢横的时候 他是在这个主持的记者会里面 算是在两党合作的那个记者里面 所以跟他有一些接触就对 有跟他有一些接触 我认为他是一个意外温柔的人 那如果对于 因为毕竟我们不同政党 如果对于这个不同政党的人 他可以起到这样子沟通的 沟通协调的作用 我认为他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话 应该能够协助这个民党的执政团队 来推动一些过去可能有一些困难 我认为他的身段够柔软 我听过李登辉讲一句话 他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这样子 你该硬的时候要硬 该软的时候要软 他形容一个故事就是 你就是好像捏着一个烧红的碳 然后你要捏着不放 你捏的过程会痛 然后会热 然后你会想要放手 但是你就要把它捏到没有之后 那你才能够成功 李登辉是用这样子形容 他在重振 然后有必须克服的困难的时候 那我认为我认识的 这个政治团队人员里面 总统态是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 现在外界的爱心 都是希望这些捐款 可以实际用在帮助灾民的身上 那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确是备受外界的质疑 因为那时候花莲县府就被报 挪用8亿元给观光 还有食材业的纾困 那就引起捐款人不满 爆发退款潮 那时候傅关琪他又说 那时候他是花莲县长 他就说如果捐款民众不认同 那就愿意退款 那愿意退款的情况下 那现在2024了 又发生了花莲地震 所以博威怎么样看 现在外界有在担心 我的捐款我是希望帮助灾民 那现在花莲的 包括现在因为他是立委 那个时候他是县长 那现在爆发这种争议 他的回答又似乎恐怕 没有办法让外界认同 那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现在一般的民众 可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傅昆琪 平常是米在后山 做一些外界刺激的事情 没有机会跟他评论 那你说做一个地图 派那个台诺 在做一个华联王 真照顾华联的民众 我想大家也不会去插他 但是他每次很奇怪 他都有压心 都要看国民党 特别是要代表台湾人去和中国 你看他东西在买的 中国香港买的 茅台 对不对 那如果有的 现状就国立 又给你带回来 所以他的心态很奇怪 如果他如果 万一真心为这片土地 让我们这样就算了 我们看国民党有几个得选 这个选拟 业园之胜很厉害 房子大间的都当算 房子就没有四百平八百平 都没有材料 做国民党的立委 所以你看他们家 八百平 他说九五至尊大楼 你算算的八千平 这个好用 怕是 八千平 我们要买一个 十八平 拼到八千平 所以 华联王 他有法度在华联做老大 一定有他的得选 在华联 理工一半年的观看 那个时候 盛款委员会 全部都是由 管政府自己找的 大家关钱好他 他找一个人来做一个行政 叫做张善政 现在的党政政 张善政来之后 钱一戳的 小小的开始 这要用 那要用 结果他们翻出来 很奇怪 有一条钱 你们全部 给观光和食材 食材 这两个业职 结果你在 选择的时候 这两个业职 把你关回来 选择你的 关款食材 等于说 你把钱收你败之后 你来 保住的这些 主要的业职也好 观光也好 他选择的时候 他们两个 还会会关给你 表面上看到金流 完全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当然 会议说 这是 倒数的还是 糟数的 这两斤 香港是真正受财受货的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关钱 之前我们说 开开案 呃呃呃呃 整个人 我们一般来关钱 说啊 就有受 有困难的 没材料 站起来的 没材料 吃饭的 可能要去外国做饭店的 对 储房 要定期的 这个我们要支持嘛 对 但是你说 你保住业职 你说业职有可能是什么 那三五个页没材料丕班 大礼包 他是做一個大禮包裡面有感謝 DVD 還有報告 上面 重點就是上面 有副本市跟徐振國的民族 兩個 兩個 最平 換一個方式 這就是在做個人的文選嘛 我們在選舉對不對 你如果拿衛星爪 站在路口一個本 要本你的選區30萬人 你就覺得很困難 副本市用這個機會 一本頭把他 紅毛的這個紅毛頭 向上砰一個 全發電的人都收得對 有人會說 你這是作秀還是救災 對不對 那再來 現在第一次發生 他應該有經驗了嘛 2018年就發生了一次 對 他在那時間想的是 我要怎麼做新聞 所以總理他 這不是客廳的 你看他有一台電視 但是那個可能不是客廳的 那有可能是他的儲藏室而已 他在外面帶一台牌子 什麼禮品間 他有高棧樓 對不對 那是其中的一個小房子 來 現在東西 來公貴覆查 我跟你說 我們這樣炒的 那兩百塊 百八塊 大家就在那間 這間雙十塊 已經雙十五塊了 他在說七百一千 那不太貴 七百五到一千塊 那這就是有錢人的世界 我們就看不見 這第一點 第二 如果我們家 我們家如果炒他 可能只有電動的片子 還有一些炒球 雷球 手頭這樣而已 他就炒到這樣 整頭 整頭都雷拼 他這個雷拼就兩個進行嘛 第一是我們給他的嘛 第二是他要給人嘛 他如果要給人的 他就要準備 他要很厲害 法令有二十萬的民眾 三十萬的民眾 二十萬中的選票 他這個喪禮喪得很快 他這個未來的準備二十幾萬分 這樣一個一個賤 所以 副分期 最後 我們來關心在民主的時代 這個這個角色 到底有什麼問題 第一 老婆 立委 館長輪流責 對 過去也曾經因為 幾二分來判刑 對 這是有的哦 在做館長的時候 因為炒股案 在美國回來 在和我做立委董事的時候 又炒股 又在美國回來 這個時候 他是怎麼去經營這個一半的 對 這就算 這就算大家 他是林董事插鉤嗎 是林董事插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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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補助給他的舊財 入借嗎 對 所以這些工作 都是副分期自己要出來插股 我們沒有關於那些地方 一包多少 也沒有關於你的勵聘 到底是哪裡來的 你的房子怎麼來 對 你合法的薪水 全部都關出來 但是你用非法的手段去插鉤 這個東西 不知道是你要解釋的 這些東西都不說 所以最好 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 朋友 講的親身的勵 他說 其實這間家裡有在賣過 哦 真的哦 說剛才廚房餐廳有三間 哦 這樣子哦 說如果有客人要來 可以吃三道 他說他去走走 印象最親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家的借頭有夠漂亮 他們家的借頭有夠漂亮 到 格外尾後面 打光的 透明 像在補照 旋照 這樣幾三片 這樣哦 對 我不知道有人去過嗎 因為朋友告訴我 千萬不要說 這樣他要不再帶我去 他們家很漂亮 我還想要去 他們家的內裝哦 不是說外表 他的內裝 內裝 就有很多這個 這紀念是聽說的嘛 邀請副委員 前同事 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是說國民黨 共事營的時候 暫緊不要經過 他們家參觀一下 對啦 讓大家 你像年輕 有人寬恆的房子 到外去 讓設計師說不出來 對對不對 大家比到常常看 大家說 好 我們這裡的立委 就是要 荷葉 再住 房子 還住 這樣你看 原寬恆現在還在這裡 外父 我們是 把你們家裡裡 說不出來 住的 不可以住 人家剛才說 那種 當水的問題 你要介紹說 我這個禮品室而已 你說我這間 我肯定 我肯定 肯定 肯定 你說我這間 肯定 滯開 出來跟他們說 我們國民黨 荷葉 我們都很猶貴 雞生理 你就好 你就好 就怕人知道 你家在那裡 大間 怕人知道 對不對 你的善款 怎麼用 要怎麼管 你要做 你要做 做台風 做大型 做大器 你就說 給大家聽 所以 最好 這個東西 就是 如果他的保助 是所有的 舊財業者 所有的 觀光業者 都OK 如果是有 特定業者 對 如果保助 他自己的人 這就有問題 因為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今天出來受訪 還特別講說 現在花蓮需要 什麼6000多筆的組合屋 而且還要救 10台業者 他今天還特別講 要救10台業者 他真的是非常照顧 10台業者 這如果 早期來說就是 吃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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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種的 他這種的就是 早期 國民黨的電風派 都要靠 寡贊事業 有土地生土地 有農地生農地 有農作品的生農作品 有刀刀刀刀刀刀 有刀刀刀刀刀 是 所以早期的國民黨 本土派的就是都這樣說 你政府 讓我這個管理 我來這裡開發 刀刀刀 有沒有 像之前張隆煙 也是什麼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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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痛